一个人包场看地宫是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就是辽简王墓 湖北荆州 朱元璋第十五子朱植的墓中 就在这里 地宫入口就在这 现在除了工作人员 就我一个人包场了 厉害吧 走进去看一下 很多朋友一个人是不敢下墓的 比较惊悚是吧 其实我去的地方还真不少 感觉还好吧 但是这个地方刚才我去了 去了一下 感觉确实有一点 说不上来的感觉 这个就是辽简王朱植的墓中了 怎么判定是他的呢 看这个墓之名 也叫康植 这里还有个小朋友 顾辽简王之墓 写的很清楚 你好你好 还有烧箱的 这是两块看到没 墓之名有两块 一个是底 一个是盖 我们规制的话就不多 就不多讲 因为大同小异吧 你看这门 123456789 123456789 大家都懂 前垫 它是主要分为前垫 中垫和后垫 后垫就是放棺果的地方 能看到吧 水汽特别大 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它的中垫 左右是配垫 看这里 东西其实已经是被清空了 这个辽简王墓在明末的时候已经是被盗过 这上面配垫上面是没有盗中的 张宏伟 到此 以游 太厉害了 这个木楼是在八十年代都开始开放了 九十年代初 已经开放了 三十年了 所以说 看上去啊 有很多乱写乱话的地方 在所难免啊 长明缸 我们都知道长明灯 这是它的后垫 看 这个可是原封不动的一个棺果了啊 仔细来看 主要是这个氛围啊 有一点惊悚 为啥呢 就刚才我们开头讲的啊 除了这一个棺果和我以外 就是上面这一个 看到没 看到没 飞来飞去的一个蝙蝠啊 还飞 还飞 这个 就是它的盗洞啊 一个盗洞 一个蝙蝠 一个他 还一个我 剩下的都是水器 看 氛围感突然出来了 看这里啊 这个刊位啊 这是放什么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个 无头的一个陶友 很惊悚吧 这样一讲的话 突然感觉没有惊悚感了 来看看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陶友 看在头上 水汽太大了 我的鞋已经是湿了 再看这个 这个 这个还算是好的 你说它这里面还会有东西吗 这其实已经是被发掘过了 出土了很多文物 剩下的这些棺果的话 就散落在地下了 它这个棺床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大 你看 棺床在底下 棺果在上面 已经是分不清 是棺果了 里面这一个 是果是棺 已经分不清了 这树材质 在这放了 大家看这是什么材质的 很惊悚 真的很惊悚 但是拍出来以后 感觉突然没有惊悚感了 这墙上都是刻的字 像这种木的话 一个人进来 我给我自己的底线 就是十分钟 拍完拍不完 我得出去 哪怕是再进来 十分钟是一个底线 其实说实话 这个珠植木啊 也就是辽蒋王木 它这个规模的话 不算是特别大 同样是简字的时候啊 在河南新乡有一个陆 简王岭 那一个规模就很大了 这个的话 你不能说它小 毕竟是王爷啊 也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 只能说是每个地方 这个王爷的待遇啊 或者是自己追求不一样 现在已经是七分钟了 我们往回走啊 为什么不讲规制呢 因为大同小异 并且看点不是特别多 如果想来的朋友啊 最好是两个人结伴啊 这样会好一点 最起码心理上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鞋已经是湿透了 我这个乖乖 这个小朋友 看见这位大哥 心里一慌 晚上肯定要做噩梦啊 里面一个棺果 一个蝙蝠 还有我 已经够尴尬了 出来还有这个大哥在等我 先声明一点 我并不是用什么特钱 或者是怎么行贿了 其他人来包的场 三十万一张门票 这里 但是人来的很少 我在这里 就没有看见游客过来 待了两个小时 都是这样 所以说很偏僻 说一下这些感受吧 很阴冷 如果按正常游客来讲的话 不拍视频的话 我是不乐意进这种低功能 因为确实是 阴气太重 都是有老婆孩子 有家属的人了 冒那么大的险 其实都是为了视频做牺牲啊 不管你信不信 我心里面 其实是真的不乐意 进去打扰人家的 真的是这样